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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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节难遭遇 百千万节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请放着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先开金本 第四页 第五行 第四页 第五行 来看齐 我做佛使 寿命无量 国中生闻 天人无数 寿命一阶无量 家庭 家庭三千大千世界众生 西城圆厥 于百千节 西共计教 若能知其料述者 不取正觉 经文到这里是一段 尊敬的诸位古山大德 慈悲大家无安 学生能够在台上 跟诸位菩萨大德 学习弥陀的四十八月 内心非常的喜悦 同时更要感谢诸位菩萨 再一次给学生认识复奖 学生在练讲当中 如果有说错或者不如法 或圆满的地方 恳请诸位菩萨大德 能够多多的包含 并且能够给学生指正与批评 感恩诸位菩萨阿弥陀佛 我们在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月 学校第十五月 这一月可以说是四十八月的重心 是无量伊利亚的第一意义 是无量伊利亚的第一意义 古大德跟我们讲 这一月是净土中的第一的 书生的功德 这是第一 寿命无量 不论是逝法 或者初逝法 如果没有寿命的话 其他的都免贪了 都不用說了 上一次我們也有說過 中國人講五福 第一個就是長壽 我們自己想一想 如果這世界再美好再莊嚴 但是壽命短處的話 那這樣子對我們有什麼意義跟價值呢 說實在話 真的一點意義價值都沒有 所以有美好莊嚴的事物 我們一定要有壽命去享受 那才有意義 再說出世間法 如果壽命短處的話 那我們在學習 道業就很難成就了 為什麼要長壽呢 就是因為我們一定要有多一點的時間來修學 所以我們現在不能死 如果現在死的話 那麼事情就不好了 這個事情就變重了 如果我們現在死的話 一定又到六道去輪迴了 而且啊 是不是能夠到人天兩道 這就很難說了 所以啊 平常我們就要多修五味故事啊 佛在經上也跟我們說啊 要財富啊 一定要修財故事啊 我們要得知智慧聰明 就是要修法故事啊 我們想要健康長壽啊 一定要修五味故事啊 佛都把這個方法交給我們了 所以啊 所以啊 我們一定要認真的去做啊 說真話啊 如果我們現在就死了 以後想要遇到佛法 而且又能夠遇到淨土法門 那真是啊 要無量劫了 佛在經典告訴我們 人生難得 佛法難聞啊 今天我們 人生難得 經已得啊 佛法難聞 經已不難啊 這個啊 真是開經紀裡面說的啊 百天萬節難遭遇啊 現前我們很幸運都碰到了啊 我們應該好好的珍惜啊 珍惜這一生啊 遇到這個煉佛法門 好好的煉佛啊 求生西方極樂世界啊 這是上一次我們所說的願文 裡面的大概的含義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學習的 請 請 菩薩大德 看下面的經文 第四頁最後一行 來看起 我做佛史 十方世界 無量差蹤 無數諸佛 若不公稱叛我民 說我公得國土之善者 不取正確 經文到這裡是一段 這是四十八願的第十七願 諸佛稱貪願 這一願呢 對我們非常的重要啊 我們前面也有學習過 從這個十五願 壽命不量 以及身文無數 跟這個諸佛稱叛 一直到第十八願 十念必勝 這些啊 這幾願啊 都是四十八願裡面 最殊勝的 最重要的部分 尤其是這願 古大德告訴我們 如果沒有這願 諸佛稱叛 那麼阿彌陀佛 有再大的願心 都不能夠圓滿了 眾南阿彌陀佛建立了 圓滿的極樂世界 提供給十方念佛人 作為一個盡修的道場 那誰會知道呢 所以啊 所以啊 必須要諸佛跟我們介紹啊 唐朝的善導大師 他有說過兩句話 他說啊 諸佛所以心出事啊 為說彌陀佛拜願來啊 這兩句話 我們一定要懂啊 意思是說啊 一切諸佛出現在世間 講經說法 教化眾生 為的是什麼 就是啊 為了大眾啊 為了勸導大眾啊 練佛求生極樂世界啊 就是為了這一樁事情 換句現代人的話來說啊 就是啊 一切諸佛都在替阿彌陀佛 廣告招生啊 我們要明瞭 要了解 紅法跟護法是一體的 紅法的功德很大 但是啊 老和尚在獎金台上也有說過啊 紅法的人 如果沒有護法的護持的話 一點用也沒有啊 就像啊 我們這個牆壁上的時鐘一樣啊 雖然所有的表面裡面的零件啊 全部啊都具足了 但是 如果你缺了一顆的電池 你沒有把它裝上去啊 那麼這個時鐘啊 還是啊 不能轉動的啊 所以護法就是等於這個時鐘的電池 甚至於 老和尚又說了 護法的功德啊 超過於紅法 所以從這裡我們了解 要讓正法久住啊 就是要靠護法的護持啊 就像諸位菩薩大的啊 你慢 你慢 你慢